朕华人民珍负负 朕要人民珍负 今天朕尼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努力奋斗 早在1925年 中国风雨如晦 山河破碎 爱国诗人文一多 夜不成眉 望着黑暗的夜空 呼唤着香港 澳门 台湾 等七个地方的名字 写下了七字之歌 自自泣血 七十多年后 在澳门回归前夕 文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 共二十多人 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 庆贺澳门回归祖国 家中对联高悬 久久归夷 撕睡微蓝 昂首新世纪 百年诞辰 红竹燃变 举酒 魏英灵 横批 澳门回家 1997年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后 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独彭定康 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 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 轮船起茫 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普顶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历史不容忘记 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从那时开始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侵华战争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中英签订北京条约 可让九龙司地方疫区给英国 1898年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 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 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 这些岛屿以后统称为新界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 开始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统治 1942年2月 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秘密进入香港 成立港九独立大队 与日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鼓舞了香港人民的士气 抗战胜利之后 重新被英国接管的香港 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逐的地方 1949年10月 解放军解放了广州 濒临深圳戒合 却停止了脚步 对于香港和澳门 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 同时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体现了深谋远虑的大智慧 一曲东方蜘蛛 唱出了香港的沧桑与繁华 也唱出了香港同胞 对祖国的依恋和思念 香港的繁荣 离不开内地的长期支持 1962年 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内地对香港开通了编号为751 753 及755的三次快车 每天满载着鲜活鱼虾和肉类 经深圳运抵香港 成为供应香港的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这是祖国人民和港澳同胞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重大问题 也开始提上日程 1981年8月 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 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 台湾不搞社会主义 社会制度不变 此后他多次阐明 在尊重台湾香港现实的基础上 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 一国两制地提出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开提了新途径 这一伟大构想 首先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 得到成功实践 1981年12月 中共中央做出 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 1982年9月 刚上任不久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中英两国政府正式开始了 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 在同邓小平会谈中 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 坚持当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 并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 企图继续续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管制 谈判的题目就是一国 鬼属问题 一国我们根本谈不中 中国将考虑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邓小平的谈话 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坚定决心 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用一个不平等条约来代替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幻想 经过二十二轮谈判 1984年12月19日 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确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84年春晚 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 唱得不知多少中华儿女心潮澎湃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 邓小平高度关注和思考 保持香港平稳过渡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他敏锐地指出 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 如果发生动乱 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 他多次强调 香港要稳定 在孤独时期要稳定 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 香港人执政 香港也应该稳定 这是个关键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 全由香港人来管 中央一点都不管 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不行的 这种想法不实际 邓小平的谈话 澄清了一些人 对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疑虑和曲解 1990年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成为香港回归后繁荣稳定的基本法律保障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 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举行 1997年6月30日晚 驻港部队仙头部队509名官兵进驻香港 分别进驻石港 昂船州 威尔斯和赤柱军营 1997年6月30日下午起 全港雷雨大作 香港用这样的方式洗刷了150多年的驱逐历史 准备迎接自己的重生 香港会展中心心意 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 6月30日晚这里灯火通明 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 每项议程都在按照计划时间准确推进 23时46分中英双方主要领导人入场 同一时间在距离会展中心不到一公里的 驻港英军部队司令部所在地维尔斯军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与驻港英军正在进行香港的防务交接仪式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祝香港部队接管制营 你们可以上岗 我们上岗 祝你们一路平安 六月三十二十三十五十九分 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 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七月一日临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曲旗 冉冉生起 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 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也是在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 在港都府前执行的警员柴家辉 迅速从一斗里取出了新警徽 将帽子上坠有英国女王皇冠的旧警徽换了下来 从此 他的身份从香港皇家警察 转换为香港特区警察 香港回家了 穿越一百五十多年岁月的沧桑 洗刷民族百年的耻辱 香港 终于回到了祖光母亲的怀抱 回归后的香港 不仅更加繁荣 群众 当家做主 拥有了选举权等各项民主权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事 在被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百五十五年间 二十八任港都都由英国任命 香港当地人被视为二等公民 根本无权过问 香港从回归的一刻起进入了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时期 澳门与香港隔海相望 十六世纪以后 被葡萄牙逐步占领 当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 澳门回归也摆上了谈判桌 一九八六年 中普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邓小平明确表示 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 绝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 拖到下一世纪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 中胡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宣布中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对澳门归附行使主权 一九九三年三月八日 八届全国人大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将其升级仪式 现在开始 请全体起立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五夜至二十日零时 举世瞩目的中普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 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 全世界的目光再次为中国聚焦 在新世界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 澳门也回家了 从这一刻起 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一九九九年万众欢腾的那一天 很多人没有想到 这座原本冷清的小城 回归前连续四年 经济负增长 失业率高 治安堪忧 会在短短几年间 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而每一位澳门居民 都能够分享这份喜悦的成果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 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 重要的里程碑 回归后 中央政府坚持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按照宪法 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香港回归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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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强大的威慑力 香港身后是强大的祖国 这一场金融保卫战 特区政府大获全胜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香港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促进内地 同港澳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支持开展对外交往 为香港澳门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 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促进港澳地区经济发展 中央出台实施了 一系列支持措施 2003年 中央政府同特区政府 签或签署 内地与香港 内地与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内地与港澳地区 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 在随后的几年中 补充协议陆续出炉 不断扩大和深化这三地的市场开放领域 CIPA带来的巨大市场商机 促进了港澳地区的多元化发展 也令三地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2004年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举行会议时 澳门历史建筑群 被确定为2005年 中国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将在第29届世界遗产会议上审议 中国内地原计划申报的项目全部退出 将最大的机会留给了澳门 一年后的审议只用了9分钟 澳门历史城区 便获得2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 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 党历史进驻2018年 一条跨越大海55公里 连接起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 港珠澳大桥横空出世 它像一条美丽的飘带 串联起湾区 是一个珍珠般的城市 2019年2月18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正式发布 粤港澳大湾区 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珠三角的9个城市 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回归20多年来 香港屡屡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的 高度肯定 连续多年被评为 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澳门回归以来 是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人均GDP从回归时的1.6万美元 提高到了2018年的8.3万美元 全世界名列前茅 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根本性好转 公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先生致辞 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二十年来 香港 依托祖国 面向世界 意义创新 不断塑造自己的 现代化风貌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 取得了 举世 公认的成功 对于香港问题 要始终准确把握 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必须牢固树立 一国一事 坚守 一国原则 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挑战中央权力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权威的行为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 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在中央政府 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 港澳发展动力 更加强劲 发展空间 更加广阔 发展前景 更加光明 香港澳门的明天 一定会更好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愿望 是中华民族 根本意义所在 上世纪中期 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就提出一纲四目的原则 表示 如果台湾回归祖国 台湾可以保持 原来的社会制度 实现祖国统一 始终是党的重大历史任务 1979年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 号召台湾同胞 和全国人民一起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而努力 上世纪80年代初 邓小平提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并将这一设想 首先在香港澳门实施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开提了新途径 随着台湾当局 有限制的开放探亲后 两岸人员往来 和经济文化交流 迅速展开 1987年11月 第一批探亲台胞 经香港回到大陆 两岸同胞 长达38年的隔绝状态 被打破 两岸关系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91年底 祖国大陆成立了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1992年3月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 开始进行基础商谈 达成海峡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 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 九二共识 在此基础上 1993年4月 在大陆有关方面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 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 备受瞩目的汪姑会谈 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汪姑会谈 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 在长期隔断之后的 首次正式接触 达成多项协议 1994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通过 将保护台商投资 纳入法治化轨道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 1995年春节前夕 江泽民发表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 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 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 然而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 开始背起一个中国原则 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 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 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 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 进入新世纪 党中央将反对和遏制 台独分裂活动摆到了更为突出的位置 2005年3月4日 胡锦涛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 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绝不动摇 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 绝不放弃 贯彻及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绝不改变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绝不妥协 随后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首次明确提出了 在三种情况下 中国大陆可用非和平手段 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 以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 表明了维护国家统一 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 陈水扁当局推动的台独分裂活动 遭到挫败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推动下 两岸政党交流也成功开启 2005年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 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 即重庆谈判60年后的第一次会面 会谈成果确定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是国共两党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 2008年5月 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 在坚持九二共识共同基础上 两会协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 建立联系沟通机制 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开启两岸同胞 大交流 大交往 大合作局面 大陆方面推出 多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汇集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 不断推动 两岸关系发展 2015年11月7日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新加坡 同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马英九会面 就进一步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交换意见 开创了两岸领导人 直接对话 沟通的先河 将两岸交流互动 提升到新高度 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里程碑 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 共互和平 共享和平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亲望亲好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将继续率先 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 发展机遇 为台湾同胞 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 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 和法理事实 使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七十年来 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总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在历史大势 人间正道面前 企图 唐壁挡车不自量力 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的那些人 也必然在历史的大潮中被抛弃 朝平两岸阔 风筝一帆旋 展望未来 两岸人民必将手拉手 肩并肩 共同开创海峡两岸关系 更加美好的未来 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做出新的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神奇和美丽 那仁慈的情意 那温暖的回忆 你对我的恩质更多天和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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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药中华 这是我对你最深深的 了解